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大伙 嗯 杭州那边人都布置好了吗 您放心 一切都布置好了 按你的计划 一步一步行动吧 吴杨啊 我在你的身上 花费了那么多的心血 不能白费 人倒走投无路 万般无奈的时候 坏人也得做 我就是这个名 说实话 李先生对我们还是挺不错的 可不知道为什么 跟他在一起 总会觉得心里不安 你说你 别看你对我不怎么样 但跟你在一起 我有说有笑的还挺开心 我 我还对你不好 当然不好了 我走了你都不留我 那好 那我一直给你送到铁路边 你赶紧的把你的事忙完 到杭州来找我 那好 你回杭州之后 第一个任务 就准备好困观下来 这么说 以后我可就靠你了 我还靠你呢 我还要靠你这个艺术大驾 你行啊 这么快就退卸责任 不不不 没 现在龙泉挺乱的 你自己小心点 放心 我能领复 天马上就凉了 我在我屋里给你留了几件衣服 你自己去拿吧 我明白 你的意思 是想让我堵物死人 谁让你堵物死人啊 快回去吧 我走了啊 你怎么不走啊 你怎么不走啊 我再送送你 怎么还不走啊 赶紧走 好 欧阳 我来 记得 孔先生 记得 此事万万不可呀 什么事 您坐下说 你这是要把门楼 门里都拆了 从建 是这样 民国这么多年了 我想搞个中西合璧的 像个党代的宪政府 求其名而不究其时 损与 原建筑厚重实际 你那改建方案呢 浮华而无根基 则县府不能长久矣 孔先生是懂周易风水的 按您的意思 我是动还是不动啊 改避损 动则毁 切切勿无啊 否啦 前家话的人说 他走就走了 谁让他走的 是白先生送他出的城 什么白先生 黑先生 我没同意他走呢 怎么了 欧阳走了 这么快就走了 我昨天刚给他下的帖子 请他吃饭 他就是走了 明显不够面子吗 我跟你说啊 你给我追回去 阿姨来了 有事吗 什么急事啊 跑到这儿来找我了 什么急事啊 想我了吧 出大事了 有了 好事啊 什么有了 想得美 老东西想把我嫁出去 老东西想把我嫁出去 这 嫁谁啊 嫁谁 谁我都不嫁 不嫁 咱不嫁 他也不能逼着你嫁 是不是 你不知道 他要是想干什么事 就没有办不成的 那 要不然 我嫁你得了 你娶我 咱们俩 气死那老东西 怎么了 不想娶 你不想要是不是 好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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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 愿意 不过 不过这事啊 咱俩通常记忆 是不是 还记什么呀你记忆 你生气起来 这 漂亮 真的 这 这 真是好看 好看 好 好看 真好看 好看赶紧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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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博所回电报了 经过老先生们仔细辨认 确认那幅画是真的 那是不是说 周诗的文物 已经开始流向市场了呀 可以这么认为 那谁卖的 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啊 能够把这本件文物 带到上海 并且照成照片 在达官贵人之间流传 绝非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那龙泉县有这种本事的人 会是谁啊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这批文物已经被秘密地 转移出了龙泉 如果是被转移了 那咱们还得从这查起 我们两个啊 先查了一下 在龙泉县这个地方 会讲英文的 刘过阳的 里里外外 他也就十几个人 对 而且在事情发生的时候 这十几个人啊 全都不在龙泉县 那龙泉县本地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现在只能推断 他们是外边来的 这可就更难找了 那李济道身边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他身边 不可能 他身边除了奴才 就是狗腿子 怎么可能有这方面的人呢 要不我去问问孔先生 他应该知道 你们知道吗 最近这段时间啊 李济道 一共花了十多万大药 什么 就他花了这么多 一个县长啊 他哪来这么多钱 就算整个龙泉县 能有这么多钱 让他一个人探吗 所以我怀疑 他现在已经开始 往外边贩卖文物了 白先生 有我的电报吗 没有 有的电报我立马给您送过去 这跟你说的啊 立马送给我的 好嘞 白先生 你等谁的电报啊 今天可问了 好几次吧 报名 这可不能告诉你 白先生 李先生 忙着你 这省里发个电报 催赈灾款啊 你这是 是 欧阳给我发了个电报 欧阳给我发了个电报 他不是到了杭州了吗 他怕我不放心 让我报个平安 是啊 有这事 当然 白先生 您的事 您的事进行得还顺利吗 还行 想做的事都在进行 实在抱歉 我现在就是个筹备委员 实在帮不了大王 不是说要民选宣长了吗 省里刘司令那个军政会 非要委任不可 可是秦生长呢 要说民选 不过现在市面流行的都是 主张民选 我也主张民选 民国民国嘛 不让民选先当 那还叫什么民国 您说得太对了 白先生 您 在龙泉得高望重 您应该登高一户 主张民选 不 这事我可不管了 您不觉得我来龙泉这段时间 管的闲事实在是太多了 就光震灾这一件事 我就已经脱了好几层皮了 这客气 不管了 我管了 不管了 这就是我给你找的那回头高手 我真佩服你 这办法您也想得出来啊 建 建筑室龙泉能有建筑室啊 您它是小小的龙泉嘛 走 走 走 余先生 余先生 给您介绍一下 这是中央研究院的 白银州白先生 余先生 我 我知道 新县府就是您设计的 我和李先生都是老朋友了 他有很多事情都找我帮忙 可是 我也只能画画房子而已 对于这些水利工程 我也只是个外行 您再是外行 跟我们相比也是内行 您是专家呀 这样 我不打扰您 您先忙 先忙 忙啊 颜舟 颜舟 是吧 什么时候上山看着 周瑞也不是上西下山了吗 说好了 他会带水利专家过来 如果没有水利专家 咱们现在上山也帮他 哪儿高点哪儿低点 用眼睛看啊 哪能看得出来 那恐怕得拿水瓶仪 找水一点一点去量才对了 关键是您储备的粮食怎么样 粮食没问题啊 我跟你说啊 今天已经出了二日朝霉堂了 是啊 水利工程 储备的粮食已经开始了 白颜舟这是不相信我 把你救出来才告诉我 他不是不相信你 告诉了你 你就要调保安大队是吧 他是怕保安大队走路的消息 我派保安大队到那坡票找过 什么也没有啊 我肯定早跑了 这事实不理屈道干的 不是他还是谁啊 这老王八蛋 咱们这计划也泡汤了 那没他们都卖出去了 三百车呀 咱一分钱没挣着 这事我也在想 你说这回我出去让人绑票 差点死喽 我就想 你说这钱是不是不能 不能挣啊 是不是伤天害理得罪菩萨了 多吓人哪 可是刘老总那催得紧啊 你说这得说着你 我 你干点正事好不好 你别成天跟着白颜舟厚头 你说这赈灾跟你有个屁关系啊 我现在一出门 不是被人钉梢 就被人绑票 我 我怎么使劲你说 这交给我啊 我派兵保护你啊 有就你那点人 我跟你说吧 保安大队那些人 关键时刻根本顶不上 而且 里边多少是李继道的人 还不一定啊 那怎么办啊 要不 给铁头个名粉 我好用他们 发想吗 你看看看你那小气劲 那我有钱能小气吗 你最近也捞了不少了 行行行 谁说的 行行行 钱我出 给个名粉就行了 给个名粉是吧 这名粉 说起这名粉了 我这有钱事 你还真得跟我拿点主意 什么事啊 庞祁云你认识吧 认识啊 他非得嫁给我 这又什么呀 李继道非得给他找个人 这儿嫁喽 他不愿嫁啊 他跟我说 我嫁给你 气死那老东西 你怎么想的呀 我当然 这儿 这儿 我当然一说 那么大的美女 我当然想娶回家去了 是不是 可是我不敢 为什么呀 梁姐啊 第一 他是李继道的人 还是我的人 我搞不清楚 我怎么敢把他娶回家来呢 这第二 这 你说刘老总交代我那么多任务 我一向没完成 我娶个老婆回家 你说刘老总知道了 你说 你明白吗 这事是挺麻烦的 麻烦吗 这事我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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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这事 这事我得好好想想 真的好好想想 真的 拜托 拜托 你知道我遇上这事 别笑 别笑 我真的遇上这事 我真 不好使 我知道 你呀 遇到女的事 脑子就不过血 你知道吗 还真有这感觉 这事 怎么就着火了呢 那个剧场在装修呢 到处堆的都是木料什么的 回来了 看见蒋先生吗 没有 起火以后 蒋老板就不见了 有人说蒋老板给烧死了 行行 别打了别打了 行了差不多就行了 别打了 别打了 你们都把我家子都是做把心血 没什么好东西 快拉开 没什么好东西 快拉开 干吗呀你 别打了 你干吗呀你 滚 回去 快回去 给我回去 你给我等着你 你得回去 我等着我告诉你 你怎么刚来就跟人打架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你 他胡说八道 说什么了 他们说 欧阳家是少保兴 一来到这里 这里就找我了 你跟我说 谁说的 我让他嘴上讲迹 我撕烂他的嘴 算了 别添乱了 还掀不乱啊 阿芳 给我拿张纸 我给白线写电报 刘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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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医生 你找我 楼上请 什么事 说 必须当面说这事 你就这么说啊 你上来 楼上楼上 来 你可真是麻烦 来来来来 我在忙着呢 来来来 我说你这成天忙什么了 连个喝茶的时间都没有 来来 坐坐坐 专门给你沏的好茶 你 你到底什么事 快说 你不知道 李继当地老狐狸 拉着这个龙泉的三轿九轴 通报全省要选举现场 我听说吗 抱不起这账吧 伤着要打起来了 对吧 还有现在 大喊当前 是不是要集中所有的人力 赈灾救人 对吧 白先生 这事你最有 不是 你到底要说什么 我可没有这功夫 跟你在磨嘴皮子 我说你英明 那就是平啊 有话 你说这乱哄哄的 选什么现场啊 这不多此一举的事吗 你觉得是不是应该由军政会 直接委派一个 所以啊 我要把这个三轿九流 全部集中起来开课会 给他们做个演讲 可这演讲 得白先生你来 您兜这么打个圈子 就为说这事 是啊 你是龙泉最让人信服的读书人 对不对 你想 这演讲你来讲 大家听得懂 大家信你啊 白先生 这事就算帮兄弟一忙 兄弟尽你的人权 你有任何事找兄弟 我一定尽我的权力帮你 可是 兄弟你找错人了 我找对 我才真的不愿意管你们俩这件事 再说啊 我个人认为 选总比不选要强 白先生 你那意思这 站立即到哪边这边 我哪边都不站 来 筹哔 你说 你好 有我电报吧 我发个电报 烧了 还 还是没有我电报 对不起 白先生 还是没有 那好 我 我发个电报 说 白银舟 给欧阳小姐发了一封电报 扣下来 少点 这条欧阳小姐 又给白银舟发了一封 烧 好 对 南京那边 给白银舟发了一封 封闻俊首与此相设 判得刘颖已关 这什么意思要说 这可能是白银舟跟他们文博所约定的通信暗语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把这个送给他们 行 那我现在就去 好 小姐 我去电报局问过了 没有我们的电报 怎么回事 这样 你再发一次 好 怎么回事啊 小姐 姨嫂 这不是汪老板吗 汪老板 你可是稀客 快屋里喝点茶 不了 姨嫂 这房子我们自己要住 不租给你们了 这话怎么说呢 我们已经交了半年房费了 租金我会退给你们 这房子我们自己要用了 你这个人办事怎么会这样呢 不是我为难你们 你们自己是知道的 玉嫂 我们另外再找房子吧 谢谢汪老板 你们欧阳家 不应该再回来 你什么意思 你不清楚 你们得罪了这里的造广爷 你放屁 你们家才得罪了赵王爷呢 文博走来电报了 他们听说上海卖画的事 和秦圣长有关 让咱们立刻把日记记过去 那秦圣长怎么弄到这幅画呢 我问你啊 龙泉这个地方 谁最有可能把那么珍贵的文物 送给秦圣长 李记道 那你怀疑的不是那幅 烟江迪让图 怎么会是那幅秋山行李图呢 也许是以前进贡的吧 说我清楚 那日记能记吗 不 不记 日记 密室 卖画 这三个线头 必须要掐在我们自己手里 那我们就让研究所的同事 去调查一下秦申长 调查申长 那得要最高当局的批准 进来 老师 电报局说他们积极坏了 暂时收不了电报了 怎么偏偏这时候坏了 什么时候能修好 他们也没说 我再去问问吧 你等会儿吧 正好 坐 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啊 这次林树成被绑架了 究竟是谁干的 我怀疑是李记道赶他 对 他不是一直想把林树成的钱 给挤出来吗 可我总感觉 这不是李记道的风格 自从我来龙泉之后啊 我总感觉也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互左互右 互隐互现 有时候帮咱们的忙 有时候坏咱们的事 你比如啊 经常有人在后面跟踪咱们 上次半路上被伏击 竟然出现了两伙人 他们都是什么人呢 上次咱们假装挖掘到了文物 咱们给他们设的那个圈套 还记得吧 马上就可以抓到他们了 莫名其妙地跑了 如果是李记道绑架了林树成 他绝不会为了那五碗块打烊 因为他最清楚 林树成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这是最大的一点 还有啊 林树成没有被伤筋动骨 显然是对方手下留情 那如果是李记道绑架的他 他会让他活着回来吗 所以我怎么想 这事也不是李记道干的 对 对 博士分析的有道理 那你说这股神秘的力量 到底来自于哪儿呢 小姐回来了 收到电报了吗 没有啊 都打了三封了 怎么回事这是 会不会白先生不在龙泉了 他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可能去了别的地方了吧 你跟蒋先生联系了吗 没有 琴强剧场 愿意跟我们搭伙吗 人家不愿意跟我们搭伙 那怎么办呀 本来想跟白燕商量一下的 现在也没他的音讯 再等等吧 要不我们回龙泉吧 来 别瞎说吧 不行 我们不能回龙泉 屋里有人吗 慢慢说 这事出来了 我们是在这里 他继续队 你怎么讲 你怎么说 我不是什么 什么 我担心的 我的真理 我担心的 不不不 他只给我发了电报 董先生 进来坐吧 这才是设计图 设计图 画得也太漂亮了 这只是一个想定图 具体的设计 还要等勘察的数据出来 于先生 您到底是在哪儿学的建筑设计 于先生是在英国学的建筑 是英国 没错 我在英国婚了几年 是 是英国 英国 怎么了 没没 没事 那想必 于先生的英文 说得相当了得 了得倒是谈不上 只能说麻麻糊糊 麻麻糊糊了 说 这是白延舟给研究所发的电报 上海可否有类似的器物 请考证 来延舟在上海找东西 他会找什么呢 他能找什么呀 我就找他那些宝贝呗 那怎么找到上海去了呢 海上指的就是上海 他们文人喜欢这么说 谁知道了 怕这人老是动那狼头西一棒 李县长 秦省人您报加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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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是 Uh 也干这种事 这事 是他上头的人 这件事已经被人家给注意了 被谁给注意了 这被谁给注意了这是 上次电报的电文怎么写的 封文 俊首与此事有舍 判得留颖一官 对吗 对 对对对 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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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郡守是 郡守相当于现在的省长 我明白了 秦省长把那幅画 送给了他的上头 上头的人不识货 就让人拿到上海去给卖 可是白颜舟怎么得到了这个消息呢 而且他还有这幅画的照片呢 那 那现在怎么办啊 叔 把邮电局死死给我盯住 绝不能让这张照片寄出去 是 可是白颜舟很快就会知道 那边的人没有收到这张照片啊 过不了几天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白颜舟了 郡先生 郡先生来了 郡先生 请 请坐 大虎 起床 好 郡先生 郡先生 听说最近您在给赈灾汇帮忙 我给他们画了几个工程构想方案 他们不会画工程图 那 认识白先生了吧 认识了 这个白先生真是太有意思了 你喝啥 听说我在西洋混了几天 就给我大说起英文了 他那一口美式的英语 简直是太可笑了 他自己反倒无所谓 感觉很好 李先生 你怎么了 突然有些头疼 没关系 这个壁炉的样式 按照你的意思 是意大利式的 你看行不行 对不起 我还有急事 这 改日 我去找您吧 那也好 我就先告辞了 实在对不起 疏不远送 徐先生慢走 叔 没事点叔 这 怎么了这事 疏漏啊 百密一疏 没想到在这儿 出现了疏漏 疏漏 这 到底怎么回事啊 前几天你不是跟我说 李洁到处找 刘过阳 董英文的人吗 是啊 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我知道 他们是在找 卖卡车的人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余先生就在龙泉 他来干什么 当时省城要沦陷了 余先生带着全家老小 到龙泉来避难 李济道啊 就把他们安排在乡下的别墅里 当时的时局啊 非常的混乱 大批知识界的人是向西南撤退 李济道身边呢 不可能再有第二个 董英文刘过阳的人 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 这个余先生 就是卖卡车的人 李济道派他出面 把卡车 卖到了红石山北口 不是 那就太好了 我们终于踩到 李济道的尾巴了 庄先生 这个余先生 他人品怎么样呢 人品不错 太出格的事 他不应该看 当然也有可能 这个余先生 根本不知道事情的原委 就是因为他会英文 才让李济道派去和若布斯打交道 有这个可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马上 找这个余先生 打听一下情况吧 对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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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位找谁啊 你好 我们来找余先生 还想今儿是怎么回事的 怎么都找余先生 那余先生到底在不在吗 刚才来几个人 连拉带扯就把余先生 给拽走了 走了 去哪儿了 好像是去盛城 罢成是急事 坏了 说 董老板那边来电报吧 莫瑶怎么样了 您猜怎么着 杭州那边的剧院啊 已经被烧了 姓蒋的那个老板呢 已经找不着人了 杭州那边的人 都说他们是扫了心 没人愿意跟着 那边搭班子 他们现在啊 就只有去走码头去了 码头那么好走啊 是啊 他们都这么多年 没走过码头啊 那个苦味 显不出甜来 让他吃点苦吧 肯定是什么人走漏了风声 肯定是什么人走漏了风声 是你 绝对 绝对不可能是我 我 我就没跟人说过这事 那就是 不是我 肯定不是我 那会有什么人知道 还知道这事啊 装心是更不可能了 余先生突然离开龙泉 肯定是理解到安排的 可他 为什么这么安排 他肯定是 听到了什么风声 才 才去这么做的 反正 他绝对 他不可能是我们 那怎么听到他 这 偷听的真的是 爬窗外外偷听来的吗 不是你别着急 你这着急也没用是不是 我怎么能不着急啊 这是到现在为止 咱们掌握的最有力的证据 有了这个证据 理解到他就没办法抵来 不到一天的时间哪 这个证据就 从咱们手心里边溜掉了 就跑掉了不见了 博士 你看要不这样 我去趟省城 看看能不能找到余先生 好好好 你你快去啊 快去 快 博士 我找到他以后该怎么做呢 还 还能怎么 你把电报打过来 我就立刻赶过去 好 博士 电报机他坏了 那 那 你干脆带俩学生过去 有什么消息 让他们亲自回来送信 好 好不好 赶快赶快赶快 赶快 本人的第二点一件事 是 经过反复思考 认为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震寄灾民 要让灾民有稀饭和 不至于因饥饿而死亡 所以本人认为 现在不是兴修水利的最好时机 如果水利工程上马 势必造成粮食和物资的大量消耗 这就会对震灾造成感染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灾民 一天如果不参加体力劳动 二两戏饭他就可以活下去 如果他参加重体力劳动 一天就要吃最少一斤干饭 白先生 适不适 李先生 李先生 您继续讲 所以 有限的物资 应该由政府来统一管理 统一调度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李先生刚才说的这三点意见 如果改为 钱财有限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现在决定 把原本要装修宪府门面这四万块大洋 全部用在百姓身上 兴修水利 我想 我想如果这样 大家会为李先生鼓掌呢 说得好 鼓掌 说得好 四万块钱一定拿出来 鼓掌 说得好 说得李继道什么意思 煤炭生意越做越大的 插不上手 着急了 怕着急 我还着急呢 刘老总那财务吃紧 通知各县筹款 你知道各县的军长委员会 在干什么吗 比了赛事的上贡啊 我这没钱拿什么上贡 我这上不了贡 刘老总怎么看我 倒了霉了 落到龙泉这个破地方 我最倒霉的 就是碰见李继道这个老狐狸 对 不行 怎么着 我也得把煤炭这个生意 拿过来 那到时候扯钱 就不发愁了嘛 对不对 这倒也是 那待会儿你就同意 李先生的意见 我同意他的意见 那他能把他仇奸 献抚的四万块钱 拿出来吗 这个事儿 咱们得同李先生联手了 我跟他联手 不成 这个老狐狸我跟你说 到时候一口汤都不会够流 不过跟他联手 不过跟他联手 倒是可以灭灭赈灾会的气 注意不错 看形势啊 内战恐怕很难避免 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办事处啊 随时有可能撤回来 司令员 你放心吧 一声令下 打起背包马上就回来 好 龙泉正裁的工作 进展得怎么样了 自打煤炭交易展开以后 情况基本上稳定 上马银水工程所需的粮食 也已经储备了 你回去告诉庄先生他们 水利工程啊 一定要抓紧 最好是 抢在内战爆发之前 完成这样工作 明白 来 李先生 余先生怎么突然就走了呢 他说他有急事就先走了 您找他有事 您说为什么我要找谁 谁就会出事呢 这样吧 我要是遇见他一定转告 白先生找他有事 就是恐怕他不会再回来了 他不回来怎么行啊 我这个县府还没盖好呢 这不是把我给坑了吗 那您赶快派人去找他呀 就怕找不着啊 他这个人整天到处乱跑 可是我能找到 说说说看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找不到的东西 您忘了我的职业 是考古啊 几百年几千年以前的东西 我都能找到 可当今世界上 没有一个人能够等那么久啊 是不是 你瞧瞧瞧瞧瞧 这李积道都猖獲成什么样了 是啊 公开叫完了 他现在肯定这么想 余先生找不到了 我们手头上没有了证据 就算明明知道这事是他干的 也拿他没任何办法 阿向那是城铸在胸 看来东芝在省城 巴上是找不到余先生了 巴上是找不到余先生了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只要能搞清楚 李积道已经牵涉其中 这已经好办了 算了 让东芝他们先回来吧 那 我怎么找他们呀 变报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啊 那我现在来去看看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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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on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